为什么有些男人天生能力就很强 其实之前一直有一个学员在问我说 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不需要通过训练 也可以很强 那实际上这些人他不是能力强 他是心态好 之前有一个数据显示 在我们中国有90%的人时间太快 是心音性的 有85%的一地是心理性的 也就是说 所有人在鼓掌的初期 都因为没有经验遭遇过各种的尴尬 但是有些人心态好 他分析原因 总结经验提升自己 而有的人心理压力倍增 害怕被评价 害怕被笑话 总是在担心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把自己搞得很焦虑 那莫非定力之下的话 就是你想什么就来什么 于是每次的尝试就越来越差 所以干任何事心态非常重要 老司机修炼这件事情 心态更重要 觉得有用 关注我吧